1. 电源线 2. 脚踏开关 用于控制搓线 3. 气管 4. 气源过滤器 5. 扳手 用于控制调节搓线 压快上下空隙螺母 6. 居次夹 用于固定主机身两侧 现在和大家介绍的是电源和脚踏开关 气源过滤器 气管的安装操作 1. 首先将电源线对准电源线插入口 插入电源线 2. 然后将脚踏开关电源线对准脚踏开关电源线插入口 插入 留紧 3. 再将气源过滤器 装上 主机身 背面 用六甲棒将气源过滤器 螺丝扭紧 2. threaded筒息 插入队口团的膜 1. 然后库域不存在 4. 将主机气管与气源过滤器右侧气管插入口 对准插入 5. 将气管连接好输气管接口 连接好输气管后将气管尾端对准气源过滤器 左侧气管接口插入 接下来和大家介绍的是气源过滤器的每个开关功能 1. 手滑杂 用于控制开气和关气 2. 气压开关 往上拉 开气压 往下按 关气压 3. 气压表 看气压大小是否正常 最后和大家介绍的是主机身调节气缸和戳线压块 1. 调节气缸左右和戳线压块左右的速度 2. 调节气缸上下和戳线压块上下的速度 3. 调节气缸上下控制锡 3. 调节气缸上下控制锡 3. 用扳手调节 4. 调节 现在和大家讲解如何具体实超 5. 调节气缸上下控制锡 5. 调节气缸上下控制锡 5. 调节气缸上下控制锡 注意事项 1. 仔细检查设备是否完好 配件是否齐全 2. 操作设备